2月11日,云顶场馆群运营团队在张家口山地新庸中心举行吹风会 介绍场馆建设和赛事运行保障情况 随着冬奥赛事的转播,许多人注意到 赛道上出现了长城、角楼、中式屋顶等中国元素 这些中国元素的设计除了装饰之外,还有很多具体用途 从上往下看的左手是一个长城城墙一样 它这不但是一个很美的视觉感的造型 同时呢,它这个还有功能,就是防风的功能 而最具亮点的就是这个小房子 大家前头看转播,我们小于农业17岁的苏玉明 就是从这墙上利用这个道具划过空翻下去 我们叫做飞檐走壁,极具视觉感 再往下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叫瞭望塔 那瞭望塔上现在站的是摄像机位和其他这个裁判机位 是正好看着什么,我们是一个叫炮筒型的这个道具 据了解,该赛道共有36位国际顶尖塑行师 与中方人员一同参与设计 赛道上的中国元素灵感主要来自于山海关 这个灵感来自于哪呢,来自于天下第一关,山海关 我真跟那个德尔团体交流过 炮台底下它还刻了很多波浪,大家可能看不到那个细节 我去亲自看,它说这就是海洋 这就是海洋 所以呢,就山海关 这三个道具区,基本局域两侧都具备了一种长寸元素 而且有它自己的故事 它们眼中的中国,也当然是我们宋银船的眼中 它征求给我们拿照片,征求给我们的意见 我们觉得非常的好 据了解,冬奥会和冬藏奥会后 云顶滑雪公园的赛道还将继续承担国际性大赛 同时也会选择部分赛道向公众开放 这六条奥运的赛道,这是世界上最顶级的一个赛道 这会在赛后呢,都进行保留 我们将其中利用这六条赛道呢 我们进行举办那个最顶级的世界杯的那个赛事 同时呢,我们部分的赛道呢 也好像会对大众开放 因为有的赛道,大众是能够滑的 像比如像平行大会长啊,优辞啊 当然那个障碍追逐 我们将把这个赛道改,没有那么难 改容易了以后,也可以跟大家开放 我们要给大众呈现一个世界上最顶级的一个 一流的一个四季的度假村